霍金先生离我们而去,已经有近四个月了,但是仍然有人拿他说是,现在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确凿的证据显示霍金做过各种预言,基本都是别人假借他指头散步的,所谓地球即将毁灭的谣言。 这些谣言,比较远的有二百年以后,地球要毁灭,信的则是2032年地球就要毁灭,实际上虽然我们知道地球一定会毁灭,但是绝不会是这样近的一个时间尺度。 地球这些谣言的产生和人类的焦虑有关,而这些焦虑的产生,又和现代生活的快节奏,物质化有密切关系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人和人虽然联系的手段越来越多,但是关系却更为冷漠,个体想获得大家的认可,必须能够提出大家都关注的问题,而人类的终极命运,显然是大家最关心。 所以,就有人假借霍金先生之口,来悬扬地球的毁灭。 但是,地球已经经历了46亿年的发展,其政治壮年,那里毁灭还遥遥无期。 至于欲满,温室效应,生物多样性消失,能源危机等等,这些都只会是人类朝灭亡更近,根本不会动摇地球的运行。 总之,大家让霍金先生安息吧,地球毁灭还早,还是多关系自己的日常生活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